看着轻松的转笔 那也许可以被叫做技巧型的手上现代功夫 其实转笔的玩法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 刚开始人们会认为学生们无聊 闲着没事才会把笔转来转去 老师在课堂上会名利禁止 但是在课堂下 爱好者们逐渐增加了转笔难度 讨论出了比赛规定 最终请了正式转笔比赛 这是广州市南武中学 周六学生们不来上课 一些转笔爱好者就借用这里的阶梯教室 举办了一场小型的笔混 黄兆恒别看年龄不大 可却是广州转笔圈的长老 今天他当比赛评委 还有另外一件好事 刚才我一看就看到他在后门 然后就躲到柱子后面 蛋糕 我好紧张 黄兆恒 哇 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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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他生日在周末 然后就可以过来给他庆祝 这是女朋友给黄兆恒过的第三个生日 两个年轻人走到一起 不得不说还有赚笔的功劳 然后就觉得很好奇 然后就过去看 他就有一点兴趣 然后就让我教他 在小姑娘眼里 会玩转笔的黄兆恒 简直就是男神 越接触越崇拜 小小的转笔 把两个人转到了一起 我觉得他挺蠢 每次都是 我就带着他在学校走走走 砸了 就开始 开始在一起 比赛下午开始 中午聚餐 大家也顺便给黄兆恒送上了祝福 下午一点半 比赛正式开始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大家 现在我就正式宣布 2014广州赛宇将在正式开始 黄兆恒非常想举办这样的小规模比赛 吸引更多的人参加 爱好者们说 转笔玩好了 可以让手指灵活 带动着开发大脑 但是当然会有些家长 担心影响学习 反对孩子们玩转笔 其实玩转笔的话 会使自己的手更加的协调 还有更加的灵活 其实有助于开发我们的大脑 这次转笔比赛分为三轮 比赛过程讲究技巧 花样素 和不允许失误 因为很多学生他喜欢在课堂上转笔 进来跟我们交流的时候 我们都会提醒他上课 或者开会议的时候 不能转笔 这些孩子们还是第一次来现场参加转笔比赛 他们以前参加比赛都是在线上 所谓线上就是自己在家里拍摄视频 然后传到网上 由评委打分 今天的现场也有一台摄像机 完整地记录下赛手们的比赛过程 如果评委们打分出现纠纷 也可以作为依据 第一次做现场比赛 进行顺利 而黄照恒似乎有些遗憾 还有很多做得不足的地方 例如设备的 还有人员搭配啊 那些都还有很多就是 还是做得不够好 三个多小时的比赛 眼看就要结束了 选手们自娱自乐的同时 也娱乐他人 黄照恒也准备再接再厉 我们以后会吸取这一次经验 然后越办越好 所以我们想创建一个这样的团体 然后去宣传赚别 这位小姑娘叫郭颖子 尽管学转笔的时间不长 但她已经是一位发烧级的爱好者 转笔不是她的强项 今天她参加的是魔方叠杯比赛 和转笔一样 别微要求技巧的速度 不能失误 如果失误自然影响速度 比赛过程中最忌讳 手忙脚乱乱的章法 计时器就在小桌板上 完成动作顺手一砸 就会计下时间 哇 实在为四了 三 二 一 看什么 三 二 一 看什么 这个不该叫叠杯了 应该叫叠桶 桶 个头大 好看 如果动作不熟练 也会反衬出笨手笨脚 小金属杯的玩法和大同一样 但是杯子太小太滑 稍微捏不住就会脱手 这一位玩得更猛 看看这架势 谁还敢小瞧小朋友们的手上功夫 郭银子要给大家露一手 确实是露一手 他用右手 同伴用左手彼此配合 这样的左右手搭档 可是不容易找到的 还有这样的双人搭档 面对面叠杯 对面的伙伴 就是镜子中的自己 两个人的动作必须一致 出错就要扣分 休息的时候 郭银子耍起了刚刚学会的玩骰子 玩得好不好 暂且不论 但小姑娘的确算得上是因为手上用的爱好者 魔方叠杯比赛的头一天 郭银子请这位叫李开龙的朋友到家里做客 李开龙在广州玩魔方的圈子里可是大名鼎鼎 他以四阶三十四秒和五阶一分零二秒的成绩 获得过亚洲魔方锦标赛的冠军 谁说这不叫功夫 思考一些方法和一些位置空间那些可能对数学的那些几何有帮助吧 而且你在学习的时候研究一个问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四边的颜色都做好 这两个层和这个红色层是要互换过来的 把黄色都缓不去 要把这个放到这里了 这两个 这两个 这样就复原了 好吧我知道你家里的魔方比我多 你看下这里有哪些魔方是你没有的 基本上我都有 其实这个我也不会玩 能不能连我也教你家吗 最快的掌握是不是 应该有个口诀可以背一下 我玩得多就是比较熟 所以就没什么口诀 现在是凭你的经验去教 差不多 我叫他钻笔我可以 然后就反过来 这个你也应该 但是要接住 就这样转转转转转转 然后甩到这里的时候 甩到这里的时候 这样搭过来 然后这里就这样 这样 这样 然后这样搭过来 就这样上来 这样子 用指尖来钻 很好吃 今天是周末 爱好魔方的朋友聚在一起 这是个小型比赛 也是一个琳琅满目的魔方 这种魔方叫做两阶魔方 赛手们不分年龄大小 来者不拒 今天最小的赛手是六岁 现在进行的是三阶单手比赛 现在进行的是三阶单手比赛 选手用一支手操作 可以让魔方 凑处桌面 给手指借力 到底是容易还是难 你一试就知道 是三阶单手比赛 还是三阶单手比赛 第二次 也十五岁 那么第二次 三阶单手比赛 我应该不是三阶 如果你们俩来 第二次 第二次 就比赛 今天 你就好 你 郭英子自知水平一般 没有去参加魔方比赛 他在家里辅导弟弟玩模块 两只手一起 手在转 脑子也得跟着转 这边的魔方比赛 水平在逐渐升级 如果按照圈外业余人的眼光 现在进行的可以做大神机 忙你的魔方 选手们把魔方端向一阵 记住方块的位置 完全陪接记忆 让它恢复正常 当然手还要快 李开门一再次夺得第一名 运动无极限 脑力无极限 手上功夫也没有极限 我们已经打开